这是一场马龙和王浩12年前的比赛 2010年亚运会南丹决赛 此时的小奶龙世界排名已经是第一 当他遇到当打之年的王浩 比赛会是什么样的呢 两人一开场就展开对攻 比这场经典对决奠定了基调 王浩挑打的分 6比2领先 马龙加强正手攻势 逐渐将比分追回来 比分来到八平 关键时刻王浩敢于发力 连续两次正手进攻拿到塞点 招派式的横打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马龙正手频频得分 一对一七比三领先 王浩追回几分 曾奈马龙优势在手 10比8拿到局点 马龙接发球直接上手 11比8 扳回一局 马龙又是一个翻挑 5比2领先 王浩将比分追上来 两人七平 马龙连续三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正手得分 再次拿到绝点 王浩下网 11比7 马龙再下一局 第四局 马龙攻势不减 一只领先 王浩揭发球出界 3比11脆败 大比分1比3落后 第五局 第五局 王浩无路可退 加强进攻 逼迫马龙频频失误 马龙接发球失误 王浩绝点 马龙反手出界 王浩11比4颁回一局 马龙的正手再次发位 分差一只保持在三分左右 王浩回球弹网 马龙使出吃奶的进也没救到 马龙正手再得一分 9比6 两人远抬队拉 王浩出界 马龙拿到塞点 王浩连就三个塞点 颁平比分 大开大合的对拉 马龙再次拿到塞点 王浩发球 反手拉空 马龙4比2赢下这场经典对决 反拉 再来